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イノエです。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是我的新的课程 那我的YouTube好久没有更新 但是已经有拍好20个左右的新的影片 那这一次主要介绍两个主题 一个是方便的日语 什么叫方便的日语? 比如说 微妙 或者一忧 とりあえず 大丈夫 等等 这些日本人会会画里面 常常会用 然后他的意思不止一个有很多的意思 这种很方便的日语 我就会介绍幾个 已经有拍了10个左右 那另外一个主题是 学生常讲错的日语 这个是 有可能是中文、日文的 汉字的关系 就是每次学生讲错 就差不多的点 所以我就会 一起修正 希望大家之后不要搞错 这个也是大概10个左右 这个是 新的课程 那片尾的地方 我已经有拍想好了 因为有一些学生还蛮期待这个片尾 那这个片尾 我主题是 挑战 那挑战什么呢? 减肥 因为最近疫情也越来越严重 然后我也很少出去跑步 我的肚子越来越大 体重也上升 所以呢 我就是 决定挑战 减肥 那 目前我的体重是大概 五十... 不对 六十一公斤 对 很重 但是呢 我想减到五十五公斤 大概用两个月好了 大概六十天 我想减到五十五公斤 大概减六公斤吧 那 我做减肥的时候 比较重是三个点 第一个点是 有氧气运动 什么叫有氧气运动 像跑步啊 或者游泳 跳绳那些 但是现在出去跑步 或者游泳也觉得不太好 所以呢 我片尾 我会介绍室内可以做的一些 就是有氧气运动 可能是跳舞啊 或者什么的 那 第二个点 是 提高新成代谢 提高新成代谢之后呢 就可以燃烧自己的脂肪 那 什么样呢 主要是肌肉的训练 好 当然是 像腹地挺身 有了肌肉 体重也会变重 因为肌肉本身就是比较重 对 但是呢 有肌肉就可以 燃烧那个脂肪嘛 所以 我也不想就是 单纯的变瘦 还是有一些肌肉比较好看 所以 就是还是要练那个 嗯 就是肌肉的训练 好 那 第三个因素是 第二个点是 调整饮食 好 其实这个第三个 调整饮食 这个最重要 嗯 因为 有氧气运动 能减少的卡路里 还是有限 嗯 但是 调整饮食这个很重要 因为 我很爱喝啤酒啊 或者很爱吃蛋糕啊 那一些 那卡路里很高 对 所以呢 嗯 我也不会断食 我想还是该吃的会吃 但是 就是 是不该吃的 特别是比较糖分高的 糖类 糖分吗 嗯 就是那个高的 我就尽量控制 然后多吃蔬菜 然后多吃 多累的 那 这个也是 我片尾的时候 我会介绍 我会吃的一些 就是 晚餐啊 那些 还会介绍一些 7分啊 那种 罗松现在卖的 什么0卡路里啊 那些 的一些商品好了 嗯 OK 这个是我的 片尾 就是挑战 减肥 好 那最后 介绍 YOTA的线上课程 那目前有三个 第一个是 基本语法的总整理 这个是大概 N5到N4的难度 然后就是 绘画需要的 就是基本的 语法的总整理 大概 时间是十个左右 OK 十个小时左右 好 那第二个是 旅游必懂的 道地日文绘画 好 这个是旅游为主 所以像 交通 住宿 饮食 娱乐 购物 等等 就是旅游五大情境的 对话 好 那 第三个 是日语的 绘画的特训版 好 那这个是难度 大概N4左右 嗯 那 因为 跟朋友聊天的方式 还有 跟家人 或者 跟工作人的 在 工作上 会用的 日文是不同嘛 所以我会介绍 就是 很多 不同景景的 对话 然后 让大家练习 然后提高 会话能力 这种的课程 好 那有兴趣的话 都贴在YouTube的说明了 就请参考那边 好 那新的课程呢 即将开始 好 那到时候 有可能 灰灰也会出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是到时候 一起上课咯 OK 拜拜